我們來介紹這個松腹的訓練器 它叫做Only Two 為什麼叫Only Two呢 因為你是Only One 誰也取代不了 那這個Only Two就叫做早洩訓練器 我們為什麼會有這個發想呢 也就是松腹他在剛開始進行性治療訓練的時候 都會使用到這些器具 那這些器具最受人詬病的部分 就是它有一個很猥褻的外觀 就是它的外觀一定會有陰唇 那我們基於這個點 我們一直在想怎麼樣去改善它 很多人他詬病的就是 一,它有一個陰唇般的外觀 第二個呢,它的握感不好 那第三個呢,它有很大的氣味 第四個裡面的品質呢 可能就會有一些撐刺不齊的地方 例如它可能用久了 它就容易裂或脫屑 好,我們就這幾個部分呢 我們來加以改善 松腹訓練器呢,它的外觀呢 它沒有我們所謂的韋褻的這個陰唇的部分 那第二個呢,它的握感非常好 它是採這個大理石粗糙的外型 那它有這個紋路握起來的時候 手感非常的好 好,第三個呢,你看它這個通道呢 它有分成三種不同的粗細大小 例如說,這個黃色的呢 是最大的,這個中型的 這個如處女般的非常細緻的這個通道 那進去的時候呢 這個通道的進出的這個部分呢 其實我們經過特別的設計 它有一定的強韌度 就像女性的擴約肌一樣 你進入到裡面的時候呢 它可以有一個阻力 直通到底的時候呢 它這邊還有一個孔洞 這個孔洞在做什麼用的呢 其實它是訓練陰莖的罐狀溝 讓罐狀溝的敏感度可以下降 好,那如果呢 一般在初學者使用 我會建議他使用黃色的 那如果你是屬於中年的男性 我覺得我會訓練到 他們使用到這個粉紅色的 可是如果呢 你的伴侶是屬於非常小的孔洞呢 我覺得你可以訓練到 藍色的這個部分